回忆 Remember Re代表了在线和重新成为 Remember是一份子 我们用数字技术可以让我们今天的人 重新成为历史的一份子 也是让历史的这个遗存 重新成为今天社会的一份子 现在有个很时髦词叫数字孪生 用数字测绘采集等等的技术 把物理事件 在虚拟世界里面完全复制了一个 科技让我们重新认识北京 2008年我们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论坛 创意展的DEMO 来了法国英国 然后希腊等等好几个国家的文化参赞 他们都在那个空间中流连忘返 说这个数字技术帮助我们 把人类记忆的瑰宝从前呈现于眼前 超越了所有的语言 这长长有十几天就撤了很多人都说还想再看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空间把它固化下来 当一进到这个馆的时候 我们都被它打动了 手钢它有我们这个工业厂区大量的依存 但同时它赋予了很活泼的生命力 桶仓 它原来就是储方铁矿石的仓库 它就带着历史的记忆而来 恰恰我们用了光影技术呈现以后 它可以实现抹换的大电声 用天宇宙观的方式来呈现了整个北京城 时间与空间的感知再次交流 不是用这种数字艺术的表达方 可能很难被感知到的 在北京我们有一些标志性的建筑 又来自于明代的 清代的 元代的 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在北京东穿梭的过客来讲 其实我们也都跟它共生 我们在当时做这个展览策划的时候 就提出来我们是一个文化火锅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交到展览中来 它不单看见历史上的影像 它也看见今天的人 有美术家 有做城市规划的 有做博物馆教育的 以及我们做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做这样一些国际的交往的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认知 不理存是那个已经消逝的文化 它在我们当今世界里面一个见证 核心保护是那个文化本身 这个团队非常年轻 而且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团队 我们要传在我们后代的 一定是我们自己热爱的东西 我也是在首钢长大 随着自己大学走了全国各地的 回来之后希望能够把钢铁厂 这个元素基礼赋予到不同的载体 出也好 T恤的文创也好 提取了头发的线 有了一个容炼配色 相当的科技特别赛波铺色的一种东西 瑞馆也是当选了全市11处 数字经济网红打卡地之一 用数字展成来带动文化消费的 全新的一个形态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梦想在历史的复籍区 都会有创意馆 能够带给全世界更多的人 而且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 中国的文化遗产